歡迎收看全國第一勇專購得一勇 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 陳妍玲 好 其實我們今天的節目的名字 你要改一下 不能叫第一勇 我們今天叫第二勇 因為我們今天勇哥 今天休息一天不在 所以我們今天改叫全國得離勇 好不好 全國得離勇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的來賓不變 來賓還是非常陣容堅強 我先介紹一下我左邊 左手邊第一位 財經專家 許青煌 大家好 還有時事評論員 溫朗東 大家好 政治學博士 王志盛 妍玲好 大家好 另外我右手邊 立法委員 民進黨李昆成 妍玲好 大家好 還有立法院的榮譽顧問 陳柏惟 大家好 謝謝 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詹惟緣 妍玲好 大家好 好 那我們先要來看到 金華城案的最新進展 在柯文哲嚴押之後 媒體有報導 橘子許芷瑜 他早在被通緝之前 就從日本又跑到澳洲去了 那他到底為什麼不回來呢 一開始民眾黨說 人家是單純的小女生 只是去日本遊學而已 結果現在變成是去澳洲打工度假 是不是 那他一直不回來 就等於說柯文哲一直就是有共犯潛逃在外 是不是就會被一路積壓到一省呢 這個機率是逐漸提高了 那接下來這段空窗期 民眾黨要由誰來代理黨務 是黃國昌還是蔡姐蔡壁如 或者有其他人選呢 因為像是民眾黨的立委張祈凱 他動作也很驚急 今天就跑去考察了北檢 當然也被質疑說 是不是在因為柯文哲這個案子來施壓個案 而且可以看到藍白現在在立法院是合作無間 接下來要一路修才華法要修選霸法要修公投法 但是國民黨是不是忘了呢 這個公投綁大選最大的受害者是誰是丁守中 所以張偉源應該有很多的很深的感觸 等一下跟張偉源好好來聊一下 那我們先看到是在橘子的部分 橘子被爆料說他其實人早就已經從日本跑到澳洲去了 到底怎麼回事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確定在押兩個月 死中手吵架日聚集看守所前靜坐聲援 而太太陳佩琪也現身 來 陪阿佩 大家跟你說加油這樣子 對對對 你要 戴口罩默默坐在藏走 陳佩琪聽到加油聲擠出微笑 可能接下來聖誕節跨年都得隔著一面層一起度過 柯文哲的帳房居子潛逃 這會導致柯文哲被羈押的這個原因無法消滅 因為篡政滅政之餘持續發生 有可能在一審當中還是持續被羈押 關鍵人物秘書橘子潛逃在外未歸案 律師分析審判中羈押不是不可能 傳說他已經逃到澳洲 但想引渡他回台幾乎不可能 因為台澳沒有司法互助 而且看往歷也是如此 2019年自稱共諜的王力強逃到澳洲 爆料中國委派他影響台灣走合一選舉 他身頂頭上司是中國創新投資的執行長上欣 當時北檢新往澳洲協助視訊訊問王力強 遭澳洲當局拒絕 後來調取資料失敗 裁定向心不起訴 而且台灣不是國際刑警組織 等於無法將護照遺失及註修資料通報組織平台 但柯文哲相關案情焦灼 似乎只能等橘子想通了願意回國 才有機會踏出看守所 好 所以橘子現在從日本傳出說他人已經到澳洲了 我們要請親黃哥來跟我們講一下 因為現在傳出一個最新的消息是橘子從日本到澳洲之後 大家說橘子是不是可以在那邊至少待三個月 但是聽說有可能待得更久 對 實際狀況有可能跟大家聽到不一樣 首先我們要先講 過去民眾黨一直在告訴大家說橘子很單純 橘子到澳 到日本去是去念書的 所以這些講法隨著橘子到澳洲去 這個新聞出來都一再證明說 這個第一 民眾黨在講橘子的部分 看起來要嘛就是不知道 要嘛就是刻意說假的消息 第二個 民眾所講的話 在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看起來也是被狠狠地打臉了 所以兩件事情我們接下去往下看 現在傳出來的消息是什麼 是傳出來說這個橘子許子瑜 他的重要性是在於說對於柯文哲來講 他是柯文哲真正心腹中的心腹 柯文哲的行程是橘子在安排的 柯文哲不公開的行程也是由橘子在安排的 甚至橘子也陪柯文哲到許多不為人知的地方 也就是他的幕僚其他幕僚不見得都知道的地方 然後連面對政治獻金有一部分也是橘子去拿的 所以這樣的關鍵的橘子錢人行程都跟他有關係 這樣的橘子他到日本去了這件事情呢 讓大家覺得說他去的時間會不會太巧了 在你柯文哲被北檢發動大搜索的前一天 他人就剛剛好地跑掉 所以當時也有人懷疑說北檢裡面有沒有內鬼 他怎麼會這麼早知道這件事情 但這些事情都不管 現在大家最關心的是在這個10月25號 北檢正式發布對許子瑜的通信以及撤銷他的護照之後 整個橘子的角色跟重要性就越來越高了 那大家就更觀察說橘子到哪裡去了 一度傳出來說他到大阪甚至在西城區愛寧地區被看到 但這些消息顯然要嘛就是刻意誤導 要嘛就是這是過去更之前的消息 現在橘子到澳洲去這件事情 這個我有請教一位柯文哲的前市府時候的幕僚 那這個幕僚對於橘子算是相當的熟 那他就告訴我說這個橘子你們怎麼會那麼小看人家 哎呦一下到日本去躲幾個月的時間 那一下子現在到澳洲去 你也認為他躲幾個月時間而已 所以不是 你們都以為說橘子躲到哪裡去 跟柯文哲延壓時間有關錯了 因為這個講法也很怪 到日本去柯文哲被壓兩個月 所以到澳洲去柯文哲剛好在那邊延壓兩個月 延到一月份的時候剛好是橘子的簽證到 媽我們打一個問號為什麼 因為這位前市府的幕僚他是這樣跟我講 他說你們怎麼都沒有想過 一橘子的身價 徐子瑜的身價 他大可以辦理到澳洲的移民簽證嘛 辦移民簽證 到澳洲移民簽證要多少錢 到澳洲移民簽證有分幾種啊 就是說你那個屬於 比如說你是屬於那種商業經營類的 你是到澳洲去你去經營企業 到澳洲去做投資的 至少要250萬澳幣 250萬澳幣依照今天的匯率的話 大概二十一塊臺幣對一塊澳幣 所以大概是這個五千萬左右 那如果是另外一個 就是你真的就是有錢人 老子就是錢多 憑著錢澳洲政府就讓我移民過去的 這一種投資移民的話 這個大概是五百萬澳幣 五百萬澳幣的話 折合臺幣的話就要一億左右 但是我們都知道對於橘子家族來講 這個還好吧 不是 他隨隨便便就可以五千萬一億這樣子 臺幣拿出來 橘子 這個可能要幫延林複習一下 這個橘子的升降 跟他身家背景 怎麼來的 是孔金的 是孔 他是不是孔金包銀 我們介紹完你就知道了 第一個 他的家族 他的家族 當然我們說這個是他外公 那邊是那個 等於說他外的那一隻 是這個杜聰明家族 那各位杜聰明先生 等於是在日治時期 其實等於說發跡的相當早 他們等於說在很早臺灣那個年代 他們其實就有買進了土地 然後也很有臺灣最早的銀行 那臺灣最早銀行到現在 眼裡你去想 都已經過了多久的時間了 那個滾力滾力滾到現在來講 身家都很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橘子的 名下登記的信託帳戶 這個是前一陣子 大家這個爬書出來的資料 看到人家呢 這個家族裡面 有在臨申北的土地 有在臨申北的大樓 這些請問一般人會有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講 這個橘子呢 當時而且被傳出來 他信託專戶 他是當人頭這個專戶 拿來收租用 收租到的專戶裡面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對他們家來講 拿這些錢出來 顯然絕對不是困難的事情 所以說大家現在在講說 是不是橘子 是不是三個月 這三個月 因為我們跟澳洲 沒有簽司法互助 所以說可能需要 就是去透過一些管道 或是請澳洲政府幫忙 請橘子回來 但是如果像青黃哥這樣講 他是用這樣子 這個投資移民的方式過去 是不是他可能至少五年內 不需要回來了 應該這樣講 就是他如果去的話 他辦投資移民的簽證的話 因為你一定不是去 馬上拿到永居權 所以你如果是用投資移民的 這個去辦簽證的話 大概他可能會先得到 五年期的簽證 拿到五年期的簽證 他在澳洲這邊呢 這個資產穩定了 然後經營事實穩定的話 可能在三年的時間才考慮給他永久居留權 所以等於說他至少 如果假設 假設 我為什麼用假設這個字 因為畢竟是前市府幕僚的爆料 我也不能確定說他一定是真的 但我們只是說假設這個訊息是真的話 那至少他有可能有機會是有五年的簽證 因為他申請的時間 顯然是早於我們的外交部 註銷局的護照之前 在他之前 他的文件如果都出去了 那他可能就在那個時候 得到澳洲五年的這個簽證的資格 所以等於說這五年的時間 他是很難要他馬上回來的 除非我們的外交部 我們的司法單位 要是再去做進一步的交涉 所以呢 整個局子呢 看起來會不會很快回來 現在對大家來講 恐怕是打個問號的 所以在這裡面呢 你看 真正大家還要問的是一件事情 因為民眾黨在過去這幾天 政治動作因為要回擊嘛 所以很大啊 因為柯文哲被嚴壓 所以呢 陳佩奇貼了康告 小草在彰化辦了活動 然後呢 這個柯文哲的妹妹 柯美蘭上去唱了秋蟬 上去唱歌 然後現在呢 被現場民眾叫做柯小批 這些都是政治上的動作 所以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簡舒培 他就說 你們民眾黨 又辦活動 又叫柯美蘭去唱歌 要陳佩奇去提康告 那結果呢 你有空拿大喇叭喊康告 沒時間拜託橘子回台灣 幫阿伯嗎 對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橘子還沒有回來啊 對 所以這就是問題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對這整個消息呢 當然對北檢的態度來講 北檢現在一定告訴你 你去問北檢 請問北檢 許子 許子瑜 到底有沒有到澳洲去 北檢能告訴你嗎 當然不能告訴你 所以他一定跟你說 偵查中個案 不予評論 無法證實 然後呢 民眾黨說毫無所惜 是否又是簡媒一體的再次展現 我們說這個其實 這個民眾黨真的毫無所惜嗎 你們真的沒有人跟橘子 可以聯絡得上嗎 據我所知民眾黨黨內或者柯文哲前市府團隊跟橘子之間有來然後可以通德上話的人至少就有兩位啦 所以呢他們是不是真的毫無所惜真的不知道這邊我們是保留的態度啦 所以呢至少Grace講的一件事真的一再逃跑就證實這就是犯罪這就是心虛嘛 否則你為什麼需要四個字形容一跑再跑去澳去日本再去到澳洲這是不是就叫做一跑再跑嘛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整件事情呢這個我們的好朋友律師皇帝他就告訴你說柯文哲這樣看起來齁你這個一路被積壓到一省的風險是急劇上升呢不是只有這兩個月而已呢我們現在看到你是被壓一次延壓一次可是如果橘子再不回來的話一路壓下去壓到一省的時候到時候有法官再決定要壓還是不要繼續壓恐怕你的風險是越來越大的 那我再問一下朗東的是說因為大家講到說這個橘子看起來像龜池就說了是不是李文宗大家也覺得這個關鍵的人物但是李文宗現在可以看到他涉入的那個也是很深 但橘子也是很深但是他說柯文哲可能一開始就打算把這個斷點設在李文宗身上 所以好像是棄小李子現在是要保小橘子是這樣子嗎 對 顯然橘子他所掌握到那個證據 以及所他參與到這些機密的這個會議 層級更在李文宗之上 那現在他逃去澳洲這件事情 北檢是沒有否認但是也沒有直接表示這個是事實 那想是可能性確實是有的 那我覺得第一個北檢他之前就已經有說過 他要去查誰洩密 有些人都誤以為他要去查誰跟新聞媒體講 結果不是 現在北檢認真在查 洩密都是在查 誰把這些相關的消息 告訴柯文哲周邊的 例如說舉止 例如說時間人就很巧嘛 為什麼在搜索柯文哲家前一天 舉止就會收到風聲去日本 為什麼在通緝舉止之前 舉止就會跑到澳洲 第二件事情 那澳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是加密貨幣的天堂 在2023年所做的統計表示是說澳洲總共有31%的人持有過加密貨幣 我看現場都沒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拿過加密貨幣 所以澳洲加密貨幣算是相當普及 而且他在2024年就是今年的這個時候 已經全世界的話加密貨幣的ATM排名第三名 那第三名不多 怎麼好像很少 但他現在一千兩百臺 他兩年前只有二十七臺 也在短時間之內有快速的加密貨幣成長的一個趨勢 那你覺得這個地方其實就是橘子選去澳洲這個地方 也是特別選過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理由 除了是說澳洲有曾經拒絕過我們司法互助 像之前那個澳洲共諜的這個王立強案件之外 我覺得他加密貨幣的蓬勃也是很重要 那為什麼加密貨幣那麼蓬勃 有一個背景因素是說 他有大量的中國移民 要把在中國管制的那些財產透過加密貨幣 他要去移民去澳洲的時候 用這個方式來搬他在中國這個錢 那因此這個如果橘子他去的話 很有可能他已經把加密貨幣變現 之後再轉去別的加密貨幣 這樣一轉 這樣一轉之後 就更難追查了 要追查他這筆錢 就變得非常這個困難了 那我想如果他真的去澳洲 基本上之後我們就看不到他 那柯文哲會一路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橘子一直在討 你說然後他又回不來的話 那一路就壓到一省 沒錯 在法律上面來講的話 偵訊中的話是可以每次壓兩個月 最多壓兩次 所以柯文哲最多壓滿四個月 但是加滿四個月就要起訴了 起訴之後在審判前 然後審判中還可以繼續壓 而且因為柯文哲他涉犯的罪的話 就算以土地罪來講的話是五年以上 所以說他在擠壓上面的這個限期上 是沒有止限的 所以這個兩個月兩個兩個月可以一直加下去 因此柯文哲對於檢檢來講 他竟然錯放了這個局職 沒有把通緝他 沒有辦法把他找他回來 這一定會構成的是說 如果你柯文哲一旦出去 就有串政的一個理由 一直後續的局勢發展是說 就算兩個月後 柯文哲面臨到即將要審判一審 但柯文哲都有可能 因為局勢不願意回來的關係 繼續被擠壓在看守所裡面 OK 所以這整個 因為大家就是擔心說 局勢到了澳洲之後 他會不會有可能有某一些管道 就可以再去到第三國 像是之前就傳說 有可能逃到香港 或是逃到中國 就是這些地方 那就更難追查 大家真的就要唱說 感冒你現在在哪裡 這是對不對 就是要找他 就更難找了 唱歌要演您唱比較好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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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一開始青蛙獎 你是講誰唱比較不好的意思 沒有 這個剛剛一開始青蛙獎的部分 其實可能還低估了局職 我個人猜測啦 但是純粹個人猜測 以他們家的狀況 或者是以他們 剛剛講的這個身份 你要有其他國家的護照 並不是難事情 台灣並沒有否定雙重國籍 所以也就是說 橘子可能本來就有其他國家 maybe日本 maybe美國的護照 也就是說 即便外交部註銷了 你中華民國台灣的護照 他可能還是可以用 其他國家的護照 在各地你說遊串嗎 各地到處遊學 照民眾黨的邏輯 到處遊學 所以剛剛青蛙講說 他時間那麼剛好 不是啦 他真的是 世界這麼大 他想要到處遊學去看看 那看到克文哲 看不到他為止 簡單講是這樣 他要去撞游 撞游 所以他可能還有下一個國家 下一個國家 我的猜測 比較像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認為 第一個 局職要從澳洲回來 恐怕有他的困難度 那即便他現在護照註銷的情況 那你還要透過澳洲的警方 去想辦法 我們不叫引渡 我們叫遣送 所謂遣返 就是說我把你的 把澳洲把他列為 不受歡迎的人物之後 讓他回到他的這個 原來的出發國 就台灣 用這種方式讓他回來 因為剛剛老大講說 之前有這樣子澳洲 拒絕我們的潛力 所以是不是就是這一次看起來 並不是這麼樂觀 加上如果真的像錢王哥講 他是用投資移民的方式 對 不容易 第一個如果他拿其他國家護照 或者是他已經 就是錢傳落的那 我要投資移民了 其實然後你的 你的現在的共犯 你只在偵查當中 你的罪證 又沒有這麼很明確的 你已經是這個定驗 然後這個潛逃的情況之下 確實你要透過司法互助 去回來是有困難的 這是第一個狀況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而且我大膽的判斷就是說 你就算澳洲不行 他還有像其他國家可以去 現在其實世界上很多國家 很方便的歡迎投資移民 橘子有問題 如果有需要的話 這個電話你可以來問我 我可以告訴你 那些地方方便大家投資移民 以上我們來賓說的 如果橘子有任何的那個 就是有任何小反駁 有任何覺得來賓說的不對的話 歡迎大家 這裡沒有專線 85118888民視總機 或是看跟我們製作單位聯繫 有沒有都可以歡迎橘子 來對我們以上的 講的這些可能性 來做一些反駁 但是根本的問題 還在哪裡沒有錯 民眾黨今天其實根本的問題 一直在喊說這個炎壓 這個這個柯P是有問題 怎麼樣等等等等 但是根本的核心是 有一個炎壓的理由就是 你有共犯還沒有這個道案 所以你可能還是有串政的 等等的狀況 那個共犯是誰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橘子嘛 所以與其如此民眾黨 你不如好好的不管是文情公事 透過人情公事都好 你看好好的這個呼籲橘子主動的來倒案 來做偵辦 這樣的情況 你才能夠去解決現在阿伯 他因為有共犯還沒有倒案 而一直被羈押的狀況 這個才是根本的解這個解決之道 所以解鈴還需細鈴人 民眾黨與其花時間來去批評檢調 花時間來做這種悲情的公事 你不如好好的花時間去把橘子召喚回來 這樣可能比較實際 對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橘子 還沒有到案 那柯文哲是不是真的 會一路被壓到一審 其實我來請教一下潤城哥 就是因為他其實大家看到疑點這麼多 大家都看到你知我知 民眾黨也知 但是你聽到民眾黨一直在喊什麼 壓人取共 有沒有這兩個月來 我已經不知道聽了多少次 N次壓人取共 壓人取共 就是民眾黨 沒有在跟你管這些客觀事實 對啊 現在橘子本來在日本遊學 那現在在澳洲這個打工度假 接下來會去哪裡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的橘子 就是一個重要的關鍵的角色 如果今天黃國昌 要這個要還柯文哲的清白的話 他其實就可以叫橘子趕快回來 那橘子也不像黃國昌當初所講的 他是很單純的一個小女孩 這個不可能是個帳房 或是像說陳志涵所講的 就是好像是旁邊這個什麼倒水 倒茶水的一個小女孩 我記得以前這個武俠小說 這個在少林寺裡面倒茶水的人 這個武功是特別的高強 少林掃地生 對對對 武功是最高強 還是裡面最核心的人 所以如果真的他是像陳志涵所講的 只是倒茶的話 那表示這個不是一般倒茶的角色 那所以說今天我覺得黃國昌或是黃珊珊 你們這些民眾黨立法委 如果真心要救柯文哲 真的要讓柯文哲在兩個月之後 那就釋放的話 應該真的要呼喚這個橘子趕快回來 因為很多的重要的一些細節 USB的細節 或是說他見了哪些人 甚至拿了哪些錢 那橘子都知道 這第一個黃國昌要叫他回來 那第二個我覺得陳佩琦也應該 陳佩琦要救他的老公 救柯文哲 那難道不希望說橘子趕快回來 把事情說清楚 證明是柯文哲阿伯是清白的啊 所以你說他發那個 與其發一個抗告 應該要發回來 橘子回來 橘子回來 對啊 這更有用嘛 就是說今天為什麼要羈押兩個月 因為就是有共犯沒有回來 那橘子的角色這麼重要 因為如果不是這麼重要的話 他不會從日本又跑到澳洲 那接下來跑去哪裡也不知道 那所以說橘子回來 我認為把事情講清楚 那如果說像這個陳佩琦所講的 他不可能去圖利或是貪污的話 那就把橘子回來把事情講清楚嘛 那還有一個要追查的就是說 到底是誰在幫橘子 不可能說橘子一個人 哇然後去日本然後去澳洲 然後帶著五千萬這樣子就去了 不曉得他帶了多少錢 反正他有一個USB 那如果有他的這一個密碼的話 他可能想要拿多少錢都不是個問題 但是誰在幫助橘子 就是說陳佩琦也應該去了解一下 或是說民眾黨人相關的人去了解一下說 因為你橘子不可能一個人就是 可以到處跑 如果說後面不是有人 刻意要幫助橘子 刻意要隱藏這個橘子 不要讓他回來的話 那現在說橘子就回不來了嘛 所以說我覺得檢調也要去查 就是說那到底是誰來幫助這個橘子 這件很重要嘛 因為一定是這個整個 共犯結構裡面的其中的一員嘛 才會是一路掩護從這個 像柯文哲他知道說 橘子你要趕快 這建華城這個事情 你要趕快再出國 那出國之後 那是誰又來幫助他 一路到現在 已經將近三個多月的時間了 大家都還不知道橘子到底在哪裡 那橘子對於柯文哲 未來是否清白又這麼的重要 那為什麼民眾黨的人不大聲疾呼 陳佩琦不大聲疾呼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一個問號 而且現在看起來橘子手上 應該真的有什麼關鍵的東西 才會這樣子到處跑 然後遲遲不回來 如果沒有的話就回來就好了嘛 對 可是吳春城說 他說橘子為什麼不回來 因為現在台灣死法這樣子 他怎麼趕回來呢 回來會被死法追殺 他把他解釋了 他就是要回來講清楚嘛 但是你回來 如果不把他講清楚的話 永遠在那邊 那阿伯就是沒有辦法去 證明他的清白 因為大家覺得說你這USB 很多的細節橘子知道 那橘子知道又不講清楚的話 那永遠都在裡面了 所以我不知道說吳春城 或是其他人 是不是都希望說 柯文哲一直被關在裡面 反正像黃國昌所講的 柯文哲被關在裡面 可以一直被淨化 然後這個 或是說像這個林國昌所講的 這個他寧願一直被關在裡面 他要犧牲等等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台面上這些民眾黨立委 沒有人真心希望柯文哲能夠出來 他們都在想說 後柯文哲的時代 黨主席誰要來接 或是說這個兩年的條款 是不是可以變成四年 這個立委不要只當兩年就好 當四年 所以他們就想的是自己的利益 不是在幫柯文哲著想 昆仁講的是真的 這個想法就叫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你當四憲菩薩 然後我們當四年 還有壓 還有壓 你當四憲菩薩 我當四年 所以現在其實現在看到民眾黨裡面 算是暗潮汹湧 在柯文哲延壓之後 民眾黨接下來會怎麼樣呢 因為他請假三個月期限已經快要到了 所以現在當然黨內有一些聲音 有人認為說是不是應該要先有代理主席 或是說要改選黨主席啊 那像這個中央委員 台中的江和樹 還有前立委蔡姐蔡壁如 他們昨天都紛紛表態 他們說支持黃國昌出任代理主席 但是柯文我要問說 你跟蔡壁如在台中應該有遇過吧 沒見過在遇過 對對對 沒有見過是不是 好但反正蔡姐剛剛說 支持黃國昌當代理主席 但是如果黨需要我 我義無反顧 那這是什麼意思就是黃國昌當代理主席 OK 但是如果要改選黨主席的話 不要忘了我蔡壁如 我才是那個葉克摩之母 我跟大家講我對蔡壁如 這三個是這個人 我沒什麼意見 台中市市政府問請蔡壁如 全台灣的人都沒有政治良知 他到底哪一點跟台中有關係 要比誰來先來後到 什麼空將外來漁民 我也比他高啊 這個就是政治任命 不要在那邊瞎掰什麼 那台中新居民看到鬼 這個啊叫做蔡壁如 然後一個黃國昌一個黃珊珊 作為一個國防外交的前立法委 抱歉更正榮譽顧問 這三個人啊 剛好代表我們國軍的陸海空三軍 首先介紹蔡壁如 蔡壁如是陸軍 過去跟著柯文哲走南闖北 吃飯應修 半夜喝酒 都是這個蔡壁如 負責收集黨員名單 募款 哀求自己很很窮 沒有錢需要這個選舉 然後收集黨員名單 所以蔡壁如有柯文哲的陸戰名單 那當然有另外一部分 可能是這個他們家人收集的 待會會分析 空軍不用講 當然是黃國昌 目前唯一一個可以把立法院 當做直播間在開的 唯一一個那個用著裝潢的 用著精美的直播 講著幼稚園的政治理解 這個就是黃國昌 所以你都有收看齁 你都有收看才會這麼的那個精準評論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啊 很多人在罵中國 根本都不知道中國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才叫幼稚 我們看是為了看他多可笑 所以空軍就是黃國昌 那還有什麼 海軍 海軍叫黃珊珊 為什麼是海軍呢 待會跟你講 先講陸軍的部分 蔡壁如為什麼要支持 蔡壁如 蔡壁如為什麼說我改支持黃國昌也可以 自己出來選也可以 原因是他本來的陸軍票啊 有一定程度的比例 是在柯家人身上 而柯家人啊 這一次幫柯美蘭 跳出來抨擊蔡壁如 亂講話 講他們家人的病情等等 其實意在切割 就是支持柯文哲的情意 不要投給蔡壁如 所以還記不記得三強鼎立的 那一個黨主席民調 蔡壁如的部分啊 在經過那個事件之後 一定會減少 所以蔡壁如呢 寧願怎麼樣 配合一個願意自己相挺的人 也不願意去配合這個 討厭他的人嘛 所以蔡壁如就是啊 我的小胸啊 沒關係我剩下來的 我可以支持黃國昌喔 如果你們要在這邊 兩害相權 取其心 對 取一個黃國昌 所以蔡壁如還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柯文哲 在北檢的時候 民眾黨去集會嘛 然後黃國昌喊出 台灣民主運動史上 最好笑的社運恐嚇 叫做無保請回嘛 一般是抗中保台 退回符帽啊 透明審查 然後他喊 有保請回 然後很嗨 不知道為什麼 很嗨 然後就不知道 台灣民主運動史上 最好笑的口號 叫做無保請回 喊出來 你還記不記得那天 蔡壁如其實有去現場 他去的時候 他還擁抱黃國昌喔 他去的時候 假裝沒有看到黃珊珊 那帶那個 鏡片自動過濾 直接沒看到黃珊珊 跑去擁抱黃國昌 所以這兩個結盟 日子可期 黃國昌是什麼 黃國昌叫捨我其誰 除了我開直播 沒有那麼多人 可以看 除了我這個辦遊行 不然館長不會來 捨我其誰 過去他可能會想要 推個代理人 現在行事所必 他自己來 以前在世代力量他都會 代理人啊 一下徐永明 一下陳交華 反正就 別人的那個沒料啦 然後 所以這一次黃國昌叫 勢在必得捨我其誰 最後我們要講黃珊珊 黃珊珊特別有趣 黃珊珊啊 他是過去在 柯文哲身邊的時候 就可以當什麼 當副官的人 所以他不會強出頭 那另外一方面呢 柯家軍的分裂啊 是不是能夠造成 黃珊珊的獨立 這也不一定 但是 這個叫做 柯家軍 如果他要自己參選的話 就是柯媽媽啦 柯妹妹啦 或是柯文哲還有其他的 橘子 黃珊珊也願意配合 好 那問題來了 黃珊珊有沒有在運作 有 有 很多人說 金華城也遇不到他 什麼也遇不到他 為什麼黃珊珊是海軍 除了他的哥哥 黃曙光擔任國艦國照之外 所以他潛水是不是 黃珊珊本人也正在水下作戰 這邊給大家一個獨家 這是在台北欣欣秀泰影城的影片 那這個畫面是民眾黨辦了一個包廳活動 具體看什麼電影我也不知道 但是不是國有器官 因為柯文哲會很尷尬 那這一個 這是在衝空柯文哲 沒有啦 我就說不是了嘛 那這樣子的影廳活動 他們在門口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林鎮宇辦的活動 除了有民眾黨黨籍之外 在這個攤位上 也有很多穿背心的民眾 員工或者是黨工 在邀請大家入黨 那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在秀泰就有人打電話去反映 我在看電影 怎麼會有這個 黨政的魔導在這邊拉人 怎麼會有政治活動在這邊 難道是你秀泰是什麼 國民黨開的嗎 是謝國良開的嗎 不會吧 結果問一問 好像還真的是打電話去抗議嘛 一個抗議下去 秀泰也有一個完整的回復 就是說以後會小心 不會讓包廳活動的承辦單位 在那邊舉辦政治活動 好那我問你 林鎮宇為什麼要這個時候辦入黨 在幫誰 一般來講我們的認知啦 台北市的四個民眾黨市議員 一般來講被認為是比較偏 黃珊珊拍的 過去說是幫柯文哲的 這個戳戳妹 插漢妹叫學姐黃靜穎 也被認為說是跟柯文哲 有了疙瘩之後 轉頭怎麼樣 黃珊珊辦公室嘛 所以他們這一波的運作就是 黃國昌這個捨我其誰 然後呢 蔡壁魯呢 是不願不願被遺忘 那黃珊珊在水下作戰 所以民眾黨陸海空軍 為了內鬥正在大張旗鼓 OK 現在陸海空軍啟發 所以裡面 大家看到聲量最高的黃國昌 他也被問到說 這個代理主席跟改選的部分 他怎麼回應 他說二零二六年的一月三十號 就是他在立法院的最後一天 所以他全體黨公 只好好做好自己的工作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招民眾黨立委 他們都簽這個兩年的條款 所以黃國昌一直就是說兩年條款到 他不會戀戰 他就會離開立委這個職務 但是離開之後呢 離開之後他的下一步是什麼 大家有發現 他現在這個跟上禮拜的一個活 禮拜六的一個活動 跟侯友宜 兩個人看起來互動良好 那黃國昌也早就表態說 他可能會這個想要去選新北市長 那或者什麼新竹市長都可以 看哪邊民調高 但是現在跟侯友宜這樣子 就是這麼擁抱 這麼感情好的畫面流出來之後 侯友宜被問到的時候說 是不是如果有沒有可能支持黃國昌 或是有沒有可能藍白河 侯友宜的回答也很妙 他說不管是哪一區的立委 甚至是外縣市的 願意來為新北市做事都很歡迎 當然因為侯友宜 大家知道為人 侯友宜講話就是比較這樣子 就是不跟你那個 比較可能稍微客套一點 但是真的有可能在新北市這個部分 你們國民黨跟黃國昌合作嗎 首先要先講這個大壯夫能缺人生 所以黃國昌這個腰彎的更低 相信未來會跳得更高 好這個期許他 那再來講一下 彎的更低怎麼跳高 蹲的更低才跳得更高 他現在彎腰 挺直腰杆就挺得更直 好然後再來再講一下 那我們侯友宜侯市長 他講話是比較這個圓融的 他當然對於很多事情 他都是保持開放太多 另外也是就是黨內的部分 其實要選新北市 國民黨黨內要選新北市也很多 然後可能他也有 他喜歡的比較推薦人選 那現在還在折衷當中 所以當然身為黃國昌 他當然視為一個可能有機會的結合 或合作對象不一定 那我覺得整個回過後來 大家去看一下黃國昌 為什麼有底氣講說 2026年1月30號是他立法院的最後一天 他底氣哪裡來了 因為他知道 接下來民眾黨就是要開這個大會了 那一定勢必 可不可以請下三個月到期之後 一定要有一個代理黨主席 那目前呼聲最高跟這個 可能他黨內認為眾望所歸的 不一定眾望所歸 目前呼聲最高可能是黃國昌 那黃國昌假設他真的選上黨主席之後 他為什麼願意辭立委 很簡單 民眾黨現在對他最有挑戰性的是誰 第一個是黃珊珊 但很不幸的被停權三年 再來幾個比較有聲量的 不管是吳春成委員 張祈凱委員 都是立法委員 那如果今天黃國昌說 今天我這個要身為一個這個模範 柯文哲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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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們說 兩年內我們這個立委要換一輪 我們要遵照柯主席的意思 好兩年都換了 所以現在這一批 比較有聲量比較有知名度立委 全部退下來 那最大的挑戰性的黃珊珊 剛好退下來之後 沒有立委的職稱了 那他停權也三年 不能去參與黨務 完全變成一個負賢在家的退休人士 不能去影響民眾黨 那民眾黨最後長 黃國昌一個人 就獨拿所有的權利 柯文哲什麼時候出來 雖然他一直跟大家講說 現在這個我們要抗告 或是這個檢察官 亂押柯文哲 但大家都知道 一個司法官司 大概也有押了個好幾年 柯文哲才有可能 不管是他怎麼樣行事的出來 所以面對這樣的狀況之下 黃國昌他一權獨大 他當然是面對民眾黨裡面 他所有的東西都抓著 但我最後還是要跟民眾黨的好朋友講一下 我認為現在很多人都認為 不管黃國昌 或黃珊珊的子弟兵等等 都有黨內鬥爭的 這樣子一個派系的可能性 那誰我覺得比較公正 就回到這個我們柏惟委員 柏惟最高顧問 不認識的那個蔡壁爐 對不認識對不對 沒見過對不對 認識見過啦 但是不應該當台中市政顧問 台中市民的公開 所以我覺得就 蔡壁爐他是比較適合的角色 為什麼 因為他的確對整個裡面來說 我認為他對柏惟委員 大概是最中心的 而且他也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所以在民眾黨裡面 要度過現在的時期 不是到民眾黨內鬥 我當然認為他們應該放下期間 那最後還是要講 黃珊珊現在被停權了 你們現在下面的小雞們 也羽翼未鋒 能去挑戰黃國昌嗎 我認為不太可能嘛 所以勢必的好 事實的 是不是要去跟蔡壁爐合作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你們可以思考的道路 我可以補充一個觀點 就是說大家還記不記得 現在雙黃 因為蔡壁爐等於已經辦棄權了 雙黃現在唯一一個要爭的 就是柯家人的認同 還記不記得柯文哲 北檢五寶請回的時候 是上誰的車 上黃珊珊的車 那黃國昌為什麼要一直辦遊行 原因就是要取得柯家人的信任 就是只有我才能 就算柯文哲真的被關 才能讓柯文哲的資者 覺得他清白 所以他們現在所有的戲 都是演給柯家人看的 只是很可惜 民眾黨的資者就變成義工 以為是在幫柯文哲 其實都成為黃國昌的人治 然後再怎麼樣 辦妖協 然後也辦這個扭捏作態 來爭取黨主席的最後一關 OK 所以其實情網哥他看到的是 就是現在這樣講 黃國昌黃珊珊 現在主要就是在整接下來 誰能繼承柯文哲這個遺產 當然還有每年這麼多的 柯文哲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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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活在土城 柯文哲的政治遺產 那些就想歪了 不好意思 許甫跟許甫那個 柯文哲的 這個肉身菩薩 視線菩薩講太多了 柯文哲的政治遺產 還有每一年這麼多的 這個政黨的補助款 現在主要當然就是爭 這個是最重要的嗎 那現在到十二月十七號 他們要開始就是進行 這個黨代表改選 那之前也聽說 有不少黨員是因為黃國昌入黨了 很多倉粉進來了 所以現在倉粉的勢力看起來大一點嗎 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從整個這個民眾黨 我們都知道這個 對於民眾黨來講 你一年一點五億到一點六億的政黨補助款 重不重要 很重要 因為他可以決定他要怎麼去使用 然後第二個是對於民眾黨來講 對很多人對黃國昌是不見得是福氣的 那為什麼這樣說 你可以看得出來嗎 最近對於黃國昌 雖然大家沒有跳出來 明面上直接去罵黃國昌 但是用放話的方式修理黃國昌的有沒有 有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民眾黨那個內部的矛盾 已經浮出來了嘛 那為什麼會浮現這些矛盾出來 就是為了我們前面講的 關於民眾黨的黨權跟每年一點五億到一點六億的 這預算的歸屬嘛 錢誰來用 權力誰來分配 最後選誰來決定 這些事情重不重要 很重要 所以他關鍵都要回到民眾黨黨內 民眾黨黨內他的最高權力機構 是他的中央委員會 那他中央委員會呢 這個是由黨代表選出來的 所以民眾黨十月七號選舉呢 他要先由各個黨員先選出一百一十一個黨代表 再由這一百一十一個黨代表呢 再選出九個中央委員 最後這九個中央委員 搭配所謂的當然中央委員 就是包括我們講說這個地方的像邱承遠 新竹市代理市長 然後像這個這個臺北市議會的黨團的總召 陳厚承 然後跟這個金門的陳福海 這些都是當然委員加起來 以後民眾黨的新的中央的權力機構 就產生了最高權力機構 所以是這個最高權力機構最後是由誰來當黨主席 或者說代理黨主席 決定整個民眾黨 未來的權力跟資源的配置嘛 好那為什麼要說在這件事情上面 黃國昌就不見得震得住整個民眾黨 因為在這裡面呢 有很多的檯面下 開始扶上檯面畫了 什麼意思呢 來看看這一張 這個新聞報寶 這張一定要拿出來 這個裡面呢 是我很難得很久沒有看到學姐跟金華 丞翰跟柯文丞翰有這個新聞有連結了之後呢 再次看到學姐這兩個字扶上檯面 扶上檯面的時候 這個字呢 講的竟然是說學姐有意見 對誰有意見 學姐對黃國昌蔡壁如有意見 民眾黨全力洗牌 沒有一定要支持黃國昌或蔡壁如 他的標題講的就是這個 所以現在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黨 中央派也出來 變成 不 原理這裡面我想說民眾黨內什麼時候 有一派叫做學姐派 代表的是 所以他很明顯代表 他裡面文章其實就有帶出來 代表的是臺北市的世襲議員 還代表一部分新北的年輕勢力 其實後面都跟黃珊珊 是綁在一起有關聯的人嘛 所以他真的要講是黃珊珊這一派的人 他要講說 我沒有一定非支持你蔡壁如 或是黃國昌不可 他為什麼要講這個 他講這個原因當然就是 你知道在整個談判的過程裡面 劃給就從這邊開始的嘛 要不然你怎麼會有身價 所以在這邊你就可以看到民眾黨的 權力運作的痕跡 好那我為什麼說這邊很重要 這是我看過歷次 就近期以來民眾黨浮上檯面的新聞 罵黃國昌罵最兇的耶 罵多兇 他給黃國昌扣上六大罪狀耶 大家來看一下 他裡面怎麼講 他講黃國昌什麼呢 他說這個以前 以前柯文哲都是一人領導 柯文哲最大 現在柯文哲說了算 現在沒有柯文哲之後呢 民眾黨黨內現在誰最大誰說了算 大家都外界普遍都認為說 黃國昌聲音最大 黃國昌說了算啊 那民眾黨現在黨中央也默認啊 你看周瑜修現在儼然是黃國昌的小弟 黃國昌只要講說辦小草造勢活動 到處去辦 辦活動要不要錢 要錢辦活動有某些細節要跑 有 那周瑜修就是認了 然後就同意默認 然後就開始跟著做了 不是這樣嗎 所以這一篇裡面在罵什麼 這篇裡面其實罵包括周瑜修在那裡黨中央 然後在罵黃國昌 他講什麼來你注意看 他裡面講說一人做主的柯文哲不在了 現在黨中央是以黃國昌為首的 注意看第一個罪狀寡頭領導 意思就是都你們幾個人說了算 黃國昌在周瑜修你們幾個就說了算 你們是寡頭領導 那眼裡你要想說接下來那他要罵什麼 顯然他不是他不是可以領導的那個人 所以他第二個罪狀講說你們決策亂七八糟 然後第三個不聽基層的意見 然後第四個整天在造勢 跟同溫層取暖 眼裡你不覺得罵話這個講話 他其實已經想罵很久了嗎 通常我們想罵人家很久的時候 又一時情急找不到罵什麼 就會罵亂七八糟 這個亂七八糟四個字就這樣罵出來的 然後他又罵什麼 經常一到命令就要地方馬上行動 這你一聽就知道叫積怨已久 為什麼 他講的行動是什麼 當然就是這一段時間以來 聲援柯文哲的小草行動嘛 你黃國昌跟你周已久旁邊這幾個人 一講好說要辦 然後地方馬上就跟著必須要動員的動員 然後調度的調度 他就跟著辦人仰馬翻嘛 所以才會有這個抱怨出現嘛 然後他後面說 後果就是地方在承擔 你看論述火車對撞 把路越走越窄 那論述 論述是誰的責任 黨中央的責任 他的意思就是面對外界的質疑 現在大家要講柯文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些質疑要回應的這些論述呢 你們給我們的論述都是火車對撞 嚴嶺 其實火車對撞這個字用得太 聽不太懂 講更白話一點就是 你們給的答案都是沒有要回答問題的答案嘛 所以對人家提出來的問題 問你謝國陽兩百萬 你也沒辦法直接回答 最後找出來的方式是說鬼故事 嚴嶺 人家在問你謝國陽兩百萬 是在問你說這錢到底是給民眾黨還是給柯文哲 都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 對 似是而非 而且答不出來 就說人家鬼故事 答不出來就說人家科幻小說 所以他才會說 你看喔 連民眾黨黨內都覺得 這叫火車對撞 把路越走越窄 因為中間選民聽不下去嘛 你沒有擴張選票的能力嘛 所以最後他這篇裡面下一個結論說 後果是地方在承擔 黨中央們拍拍屁股就走 黨中央們 這一篇顯然是民眾黨黨內的人 在喊給黨中央的高層聽的嘛 喊給黃國昌聽的嘛 所以裡面罵黃國昌寡頭領導 罵他決策亂七八糟 然後罵黨中央們拍拍就走 所以顯然民眾黨黨內有沒有矛盾 開始出現 有 而這個矛盾呢 他的出現跟民眾黨的權力運作也有關 跟過去這一段時間的恩怨積怨也有關 所以接下去會怎麼進和 現在檯面上我跟你講 現在都是各自放話的階段 真的開始要進去算票 然後算十二月七號多少黨員 投出多少黨代表 哪些黨代表是自己人 不是自己人 開始要進入在算票換票的時候 到時候才是民眾黨真正 我們不要這已經不是空軍了啦 這就是人家扎扎實實的陸軍 到時候實力的這個叫做 這個黨內軍火實力的展現 OK好 所以其實大家也有看到說 最近有個報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說 黃國昌身邊有一個他已經有在實習的 叫李珍秀是一個中配 跟他旁邊實習 而且就是說跟這個 這個聲量最高的人實習 他覺得很榮幸 跟對導師 昆正永委員 有注意到這個人過嗎 我是今天看媒體報才知道 因為黃國昌說什麼 他的任期直到二零二六年的最後一天 十二月三十一號 我就不太可能欸 我覺得不太可能 這個基本上 你覺得他不會放下那個立委的身份嗎 當時候一定是說這個黃袍加身嘛 就是說黃國昌你這麼重要 不知道說二零二六年的時候 黃國昌是什麼角色 不知道是不是從代理黨主席 已經變成黨主席了 那所以呢 黃國昌基本上在民眾黨角色還是很重要 不太可能說我兩年時間一到了 然後他就要退下來了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小嫂 很多的支持者就是說 國昌你不能退啊 這個然後這個你一退的話 這個民眾黨就完蛋了 那其他七個立委也是一樣 因為是綁在一起的嘛 不可能說只有黃國昌說 我只到二零二六年的最後一天 然後其他七個立委就說 我怎麼辦 他基本上是綁在一起的 我們認為說 這個兩年之後 這個第一批的這個 一到八名的立委 就換掉了 那我今天是看到說 他有一個助理叫做李真秀 他是中配立委的 應該是他們的不分區代表 排名第十五 那如果說兩年換掉之後 第二批他會輪上去 但是這個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他是中配 那他還有中國的國籍 他還有中國的國籍 那不要忘了 我們在這個立委要宣誓的時候 都有個誓詞 那誓詞上面怎麼寫呢 他說 他說 於事已自成 要課尊憲法 效忠國家 那請問一下這個 他的李真秀 這個黃國昌的 這一個大助理 請問一下 你的憲法 是中華民國憲法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你就是要放棄另外一個國籍嘛 你才能這個當選民意代表 做民意代表 很多就是雙國國籍 然後這個民意代表身邊 就被取消了嘛 那所以說 你今天是效忠哪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如果你沒有放棄 中國的國籍 那結果你也當上 中華民國的國會議員 那我覺得這個天大的笑話 就是說 而且其實 因為現在大家也覺得 有一點點陰謀論 就是說這個時候爆出來 因為誰會最知道黃國昌 辦公室裡面有哪些人 是不是民眾黨的人 當然自己最清楚 這個時候放這個 李真秀這個消息 有一點點對黃國昌不利的感覺 當然啦 因為這個時候其實 不用特別提到說 他辦公室有個助理 然後這個兩年之後 有可能接這個立委 而且他具有這個中國籍的身份 那當然就是說 現在在十二月七號之前 他們這個中央委員改選之前 可能有一些 台面下的一些 噁油噁炸 民眾黨這個事情就會出來了 因為黃國昌 現在看起來聲勢很高 但是一定有反對 黃國昌的人 剛才清王已經有講了 就是說裡面有不同的勢力 像黃珊珊也是 黃珊珊其實他說 這時候不用有什麼代理黨主席 因為他能夠 希望說能夠維持集體領導 因為他第一個 他現在被停權了 他不是中央委員的 那如果說今天有個代理黨主席出來 今天代理黨主席 如果是黃國昌好了 今天誰是代理黨主席 未來很可能就會變成 這個民眾黨黨主席 這個黃國昌接黨主席 接代理黨主席 好像這個劉備借金州 這個一借就不會還了嘛 就會代理黨主席 就站在那個位置 不可能說這個接下來 還有其他人可以接了這個主席 那所以說今天黃國昌看起來 在身世好像檯面上哇 這個聲量很高 但是像黃珊珊或是其實像蔡壁如 蔡壁如我覺得他只是策略性的結盟而已 他就說代理黨主席 我可以支持你 但是選黨主席的話捨我其誰 他選黨主席他有這個意願的 不是就是黃國昌 他只是先聯合這個次要敵人黃國昌 打擊主要敵人黃珊珊而已嘛 所以說就黃珊珊來講的話 維持現狀最好 不要有這個所謂的這個代理黨主席 因為只要黃國昌一站站上這個位置 黃珊珊真的就被打入冷宮了 對 而且其實黃國昌 在現在大家立法院看到 他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促成藍白河的這個總招的角色 那今天藍白河又有一個比較經典的案例 是吳宗憲就率團考察北檢 來看到這個吳宗憲 這個就是這個民眾黨的張祺凱 中間這個法務部次長 也是過去我們立委 所以他今天考察這個北檢 大家這個地方看到就是北檢 走進去經過安檢門 這個電梯口這個地方 所以他大家人很多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你這個考察 根本就是為了柯文哲的個案而考察 所以像是民進黨的 像賴榮就批說這個意圖明顯就不太好 立委員不應該要介入司法 林純憲說這個這時候去考察有必要嗎 如果偵查不公開的定義有問題的話 直接去問黃國昌就好了 因為吳宗憲今天這個安排這個考察 他最主要他說他就是要考察偵查不公開 但是他都考察一些很公開的地方 所以這樣子之對偵查不公開到底有多少考察的意義 我問一下朗東 所以他今天考察這些這麼公開的地方 就有基層檢察官說 你如果真的想要知道這些的話 你應該撕下來 你這樣大張旗鼓考察一些公開的場所 你這到底能知道什麼 對啊 這學員進去的人幹嘛 看檢察官是不是有這個在上班的時候 滑手機玩手遊 還是說去看看廁所裡面有沒有衛生紙 你什麼都看不到嘛 你一群立委這樣大張旗鼓加著一群媒體這樣走進去 你是能夠去路上抓到一個說你是不是泄密 是泄密的人是不是你 你能夠這樣做嗎 也不行嘛 那是他們做的是什麼 作秀 他們就是要做給這藍白一直者看說 你看這些檢察官都民進黨指揮了 民進黨這些都配合媒體 把消息都放出去幹嘛 他要把這些所謂的謠言風聲等等 硬扣在北檢的頭上 那對北檢來講他本來在法律體制上面 政治力是無法直接去介入的嘛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去控制說你到底要不要去 炎壓克文才幹嘛 那個是屬於司法機關 他們內部的一個機制在運作的一個事情 但是為什麼吳中心的一個前檢察官 他明知道做這件事情 會對自己過去的同仁帶來困擾 然後呢他還硬要去做這個 不是因為他自己的檢察官當然也升不了官嘛 所以有可能就是看去給他們一個下馬 我也會看說我現在是立毀了吧 讓你知道我這個厲害 但在同時也是配合民眾黨 去讓這個聲援民眾黨這齣戲 也是釋出一種善意說 我對阿伯是有關心的喔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裡面那個藍白盒 要合作 要繼續合作 所以藉由一場呢 就是拿北檢作為演戲的一個舞臺 然後去呢 為接下來明年一整年的立院藍白盒 丟出一支橄欖枝啦 那我是覺得對於任何有一個法律基礎觀念 就是覺得你要去查偵查不公開 不管是查對媒體的或者是讓橘子跑掉的 都可以去查 但是你用這種方式去查 什麼都查不到 你反而會讓大家覺得是說 你藍白這些立毀的話 就執行 愛演戲 愛作秀而已啦 那所以我回過來講是說呢 剛剛講到那個很精采的民眾黨內部 這個情勢喔 那其實簡單講 台中這邊蔡壁如已經幹出這場遊戲了 因為他連票選委員都不是 然後柯佳都對他那麼討厭 而且江和樹也不喜歡他 所以說他在臺中裡面唯一 他在臺中為什麼盧秀恩會請他 為什麼陳柏惟一直對這個很久 以前我也覺得這個也不對啦 盧秀恩請他就是為了總統藍白合作佈局啦 講白的就是這樣 不然那個蔡壁如對臺中哪有什麼用 但是他現在發現說自己沒有辦法呢 這個在接下來的民眾黨有一席之地 所以他就投靠黃國昌要挺他嘛 那另外一個勢力比較強 地方上有幾席的可以選出黨代表 就江和樹他自己獨自的力量也沒辦法影響黨主席 所以他也要投靠黃國昌 那接下來的話就黃國昌跟誰 就是剛剛所謂親王所講的嘛 那幾個四個臺北市一個 那個學姐黃靖英背負責就黃珊珊啊 所以其實就是黃珊珊跟黃國昌 兩派之間的一個對壘啦 只是因為黃珊珊他的策略上面 不想站在檯面上 一來是因為官司的這個關係 他畢竟也是副作者也是副市長 跟金華城也有去參加過相關的一個會議 所以他採取用低調的用基層 在臺北這邊底下去走 去拉著他的這個黨代表 以及去讓柯家人信任他 讓柯媽媽柯美蘭這些人去獲得他這個信任 然後呢就去跟黃國昌對壘 那黃國昌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他被洩漏出說呢 他這個有個實習生叫李真秀 這點對黃國昌很不利你知道嗎 那所以是誰洩密的黃國昌包查 這一定是他對立的那一端嘛 想跟他選擇 所以當作懷疑是挺黃珊珊的人先 你知道為什麼很不利嗎 李真秀是第十五名 十五名就被替補上去 表示說不只是黃國昌要辭職 其他全部人都要辭職 我其他的幾個立委 我不想辭職之後 我看到自己也說黃國昌 你找了一個排名第十五名的 那不就是百名要把我們拉架嘴 你黃國昌你要辭 你就自己辭嘛 你不要把我們其他這些人 拉架下去辭嘛 我辭了之後我選不上 你黃國昌也沒有任何談判籌碼 你黃國昌不能選新北 國民黨可能還安排你選新竹 其他幾個議員 什麼林毅均 林國成 麥玉珍 吳春成 陳昌志 你要他們選哪裡 對不對 講白話一點是這樣 所以這個消息誰放出來 就是對黃國昌不利 因此民眾黨 他們表面上是挺阿伯 私底下面都是在搶 現在代理主席的位置 OK 所以資訟哥 像剛剛大家講說 這個張祺凱這些其他的立委 如果他們擔心到時候是沒有舞臺 所以現在趕快加緊表現 今天張祺凱就說偵查不公開 被破壞太嚴重了 如果沒有辦法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法的話 今年省預算的時候 就要大幅刪減預算 就用預算這個部分 在威脅北檢 是啊 所以張祺凱 就是剛剛朗東口中說的 危機意識集中的立委之一 所以一定要力求表現 對 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個這個考察 我能理 部分能理解你說好 這個司法法制委員會 你要考察 好 這個是你怎麼尊重你 那我等下再來講 我看他特別去注意 張祺凱不是司法法制 對 他並不是 這個民眾黨的司法委員會的委員 是黃國昌 黃國昌 他本人沒有到 張祺凱來了 張祺凱是財政 所以他講預算 後來開會的時候才到 因為他說他對前面這個繞來繞去的 他沒有興趣 因為輪不到他 沒有他獨秀的地方 所以是不是他也知道說前面繞來繞去 根本就沒有意義啊 就是我看了邱車道 我看了一下 是因為那個美光頓波在他一個人身上 還有吳宗憲要跟他分享 他沒興趣 他要 他可以自己有那個spotline 的地方 但是張祺凱不一樣 張祺凱說我有危機意識 他爭取每一個共連的機會 我覺得我也要問一下吳宗憲 他偵查不公開的定義 到底是什麼 對 在裡面 我給他看兩個圖 這兩個圖 第一個 你先看 這個是他們這次的司法法制委員會 的這個考察行程表 說要看應訊者的通行路徑 要看上下求測的地方 我只問大家 我們畫面上已經看了恩賜柯文哲 上下求測的地方 然後還有通行的路徑 已經看幾次了 請問那個是有什麼好看的 對 那畫面都播幾次了 對 這個跟偵查不公開到底關係 是嘛 然後不是第一次也講 他說他自己二十幾年了 他很熟啊 對啊 這個大家畫面 我們觀眾朋友 這個臺灣的民眾已經不知道看 看畫面已經播幾次 請問那個到底有什麼好偵查 你告訴我 你這個有什麼好看的 而且那跟偵查不公開 到底有什麼關係 第一個 第二個 來 我們看這個 這張照片拿著金屬探測器 拿金屬探測器在底下有沒有金屬反應 在陽明山 這個新聞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是新聞是當初吳宗憲 在當檢察官的時候 在辦劉正宏立體劉正池的 陽明山的七七會館時候的照片 這個照片裡面吳宗憲在哪裡呢 吳宗憲在這個地方 辦案的人員這邊拿著金屬探測器 你知道這篇新聞要講什麼嗎 這篇新聞在講說 這個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吳宗憲 昨天帶隊偵查搜索 以金屬探測器確認地底下有金屬反應 隨即派怪手開蛙著洞 發現底下有這個地底密窟 好 那我只問一件事 請問這一張照片是誰通知記者來拍的 所以這算不算是偵查大公開 請問這個帶隊搜索是不是偵查活動 是偵查行動嗎 沒錯 那請問有偵查行動 又通知記者來拍 請問這算不算是偵查公開 因為這樣就升不上主任檢察官 才投告侯友宜啦 所以所以我就說這個偵查不公開的定義是什麼 我覺得吳宗憲在這件事情上面 確實跟黃沃昌可以討論 偵查不公開的定義是什麼 而且要先拿這張照片先對一下 請問這個行為算不算是另外一種的偵查不公開 還是偵查大公開 ok 所以資誠哥剛剛還有補充完了嗎 因為說剛剛張旗凱這個把握每一次的機會 就是在這邊來 在這邊看到體現了藍白河的這個 這個講吳宗憲跟張旗凱 那你先看吳宗憲 吳宗憲為什麼要配合張旗凱 配合民眾黨隨之起舞 這你可以某種程度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國民黨在藍白河這件事情上面 是隨著這個民眾黨來進行的 這個是股中線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司法委員會的招委 結果你讓這個張旗凱來這邊指指點點 確實還蠻蠻詭異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真的要理解這個所謂法務部 整個政大不公開的程序 SOP等等 你是招委你就要法務部來做報告就好了 怎麼去北檢 然後一個人講說我很熟 一個講說如果這個不好好處理吧 張旗凱的講法是說 如果你這個沒有好好提出具體辦法解決亂象的話 要刪預算 這不是就是用預算去來威脅北檢嗎 不是用預算來威脅司法嗎 記不記得我們去年在這個 在綠合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很擔心一些現象 譬如說他們很擔心會洩密的馬文軍進國防 會不會就拿著國防機密預算出去 國防機密 國防機密出去 那譬如說我們擔心有司法案子的一些國民黨立委 進到司法法制 會不會用這個方式來去用預算用其他方式來卡法務部來卡司法 結果沒想到第一個威脅要做用預算去綁架司法 去卡司法的竟然是民眾黨的張旗凱 我們也能理解到說他確實很焦慮他的二零二六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的就是真的在國會是藍白河的狀況 那現在呢就在今天這個立法院這邊 又在針對公投法的部分 是不是接下來也會有藍白河要把公投法 再把公投綁大選給修回來 先來看一下今天的立法院狀況 為了恢復公投綁大選的提案 國民黨立委羅志強在內政委員會上 和中選會主委李靖勇槓上 還翻出成年舊長 今天公投併大選最早提出來是哪個政黨 你總會不知道吧 我站在這個位置上 我是超出黨派以外 這個位置上就是一個可以把自己過去記憶全部斷光 委員難道不希望我是一個獨立超出黨派以外嗎 我要跟你講的是你過去 所以就不應該用那種笑的態度 今年來國民黨動作頻頻 2021年才提出公投綁大選的公投案 遭到全民否決 這次又再度提案 還要求公投通過三個月內 總統或行政單位要提出方案 否則就要立即提辭職 李靖勇當場表達反對 政治責任應該是靠政治來做解決 而不是在法律條文裡面 人民絕對不願意再看到一次2018年的選務錯亂 我們其其以為不可 公投跟大選之間這個錯綜複雜的關係 絕對不是又把它綁在一起可以解決的 綠營也呼籲2018年實案公投 加上縣市長選舉的亂象不該再重演 更何況當時的受害者之一 依舊是選舉失利後曾喊出公投亂大選的 國民黨丁守中 有人在提到說這個受害者最大是丁守中 那時候就中選會裡面在那裡做手腳啊 我也認為說必須要開幾場公聽會 我們是不是也要邀請丁守中委員 也要來參加公聽會 還有一位當年的受力者正是柯文哲市長 藍綠白最後達成共識 預計先開兩場公聽會 民進黨更點名能找來柯文哲和丁守中 一起與會 畢竟各種滋味他們最了解 或許能給出不小意見 好可以看到現在在今天在立法院裡面 羅志強就是要把公投綁大選給推回來 但是大家還記得上次這個選舉的時候 公投綁大選最大的受害者是誰 那個人叫丁守中 那他還喊了選舉無效 那當時最大的獲益的人是誰 叫做柯文哲 因為他就以這樣些微的票數之差 很可能就是因為公投綁大選投到這麼晚的關係 那後面那些人眼見這個沙喀多的狀況之下 姚文哲無望了 我是不是就趕快投給柯文哲 讓柯文哲可以繼續來當臺北市長 當時身為丁守中發言人的詹惟仁 是不是心有戚戚燕姐 我現在羅志強要把這個公投綁大選 再推回來了 當時沒有公投綁大選 我可能現在不是市議員 現在是副市長 沒有啊不一定 人生的記憶很多 好我們就但是因為這樣子 有不同的記憶對不對 好先講一下 我沒有沒有決定 我沒有沒有決定 你要當副市長來局處 沒有沒有我就是永遠的跟在丁守中 好啦趕快先來講 市長辦公室主任橘子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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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橘子 這樣子我們去澳洲跟日本 不行不行 不要偏題 我們現在很嚴肅討論公投綁大選的事情 丁守中的橘子 這個當然當時2018年 當然要不是公投綁大選的話 然後邊投票邊開票的話 或許台北市長選舉的結果會不一樣 但你說這個現在很多民進黨的朋友在講說 如果要看公聽會的話 要邀請丁守中跟柯文哲 那我會覺得這個現在畢竟我們丁守 丁委員其實也這個羅退出政壇了 其實現在不太發言了 那也不要再消費他 那至於他對公投綁大選 這樣子的立場 他到底支持還反對 其實2021年的時候 當時有那個四大公投的那個 那個投票的時候 就有一個就是恢復公投綁大選 那丁守中其實有挑出來 有對於說 他基本上是支持公投綁大選這概念的 那當時2018年發生什麼事情 不要問他恐怖啊 因為問他三天三夜都講不完 就包含這種 你是受害者是不是 就是那個聽了三天三夜的 沒有沒有 就是因為當時的確有很多選務上的瑕疵 跟缺失 包含沒有增加票軌 跟他動線的混亂等等 才是造成當時這樣子 也選舉亂象的事情 所以公投綁不綁大選 跟選舉亂象 他是沒有絕對關係的 那至於說你現在討論說 立法院說他重新恢復說 國民黨重新恢復說 希望公投跟大選綁在一起 當然有一些宣傳成本的問題 但核心的問題還是來自於 的確如果你今天把他都放在 同一個投票所 同一個排隊的管道的話 那一樣還是會亂 那所以這個當然是回到 中選會接下來怎麼辦的問題 那我會覺得這個東西其實 講內心話跟講實在話 藍跟綠都有曾經支持過跟反對過 共同綁大選 那所以回到一般的民眾來講 就是說如果今天真的覺得 這個公投議題重要的話 當然還是希望大家都出門投票 那出門投票的時候 如果真的修法過了 公投還是跟大選在一起的話 我覺得接下來就是中選會的選務 還是我們比較關注的一個焦點 所以你同意羅智常委員這個 自己的同黨委員這個提案嗎 沒有就是這個我們丁頭丁委員 已經發過文了 他支持公投綁大選 所以我們已經訂掉了 不要再挑剔離間要訂掉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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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陳柏惟 因為你看到現在這樣子 整個藍白的狀況 不管是公投法 或是說今天還有才華法的部分 看起來都是想要從這些地方來下手 圍攻民進黨 最終目標是下架民進黨 當然你想要我講哪一個 我一個都可以講三個小時 你要我講哪一個 下架民進黨的那個目的 最終目的 那我就講這個整個策動的來源 叫做傅崑崎 阿富汗崎講過一句話叫做 在立法院除了男人生小孩 其他事情都可以做 所以在藍白立委之間廣為流傳 那因為這樣子呢 大家就在想的事情就是 如何在沒有 在試探道德下限的方法裡面 去破壞民進黨的這個社會信任度 所以呢 他不斷的啊 在不同的議題 不同的機關 甚至不惜提出所謂違憲的判決 他們在賭一件事情 他們就是在賭台灣人是笨蛋 什麼叫台灣人是笨蛋 在國際之間任何民主國家 如果有人提出違憲的修法的話 我們會覺得這個法 這個立法委員不夠專業 這個國會議員不該擔任 如果有人賣國求榮的話 我們會覺得這個立法委員應該被關 他不適任 如果有這個國家的國會議員啊 試圖顛倒是非 然後扭曲黑白 包含不管是個人的道德瑕疵 乃至於貪污經濟犯 乃至於到地方啊 老公當完當換老婆當 老婆當完老公當 甚至不斷的離婚又結婚 可能會有一些這個 是不是在逃稅的質疑 他們連讓他參選的機會都沒有 他們出來當候選人啊 得票只會有蜂蜜檸檬的高度 但是在台灣 以上的事情 都會當選 所以國民黨的這一些地方派系 或是在毀憲亂政 甚至是在立法委員 立法院裡面搞破壞的 都是在笑你們是笨蛋 都說你們電視機頭前的 觀眾朋友沒有歷史感 沒有提醒 沒有記者 我以前怎麼亂台灣 我現在就怎麼亂台灣 他們就是在播啊 我一次播海狗會贏錢 我第二次播海狗 我跟你好好 我就繼續播海狗啊 所以立法院裡面你們現在看到的 不管是財化法 選霸法 毀憲亂政 五院有的沒有的總統 國會質詢 他沒有要通過啦 他哪一件事情是為了要通過的 他是為了要亂 就一件事一句話講完啊 過去在我們民視有開過台灣學堂一個 這個教授叫李曉峰教授 二十年前當時是阿扁執政 就在這個報紙上面投稿寫了一篇社論 如果中國打台灣應該優先打哪裡 我猜是立法院 二十年後的今天他就在打立法院啊 不是嗎 找不到嗎 看不出來嗎 我有時候都覺得說 我們就已經在拚了 為四大拚到我們 我們未來又要拚 台灣民主要拚多久 很簡單嘛 這個派人沒有消毒 你就一定要拚了 派人又在那你就要拚了 吃飽造型 每天像節目在那裡和你說這個 欸 這些人是你們選出來的 你要問一句嘛 全台灣為一個改名 正阿公的人誰 叫傅崑崎 他改名是為了阿公的電影 這個故事我們在用過來的節目也說過 全台灣唯一一個改名舔共的政治人物 就是傅崑崎 結果他當選 第二個 全台灣如果有一個行政區啊 是非手不可的 那就是花蓮 因為對中國來講啊 可以沒有台灣不能沒有花蓮 花蓮緊淋著所謂的太平洋海溝 可以讓他放錢水艇 這個地方 最不該讓舔共的政治人物當 結果我們選傅崑崎 第三個 中國說要打先打立法院 他現在當國務營黨立法院總長 每天在亂 結果我們讓這個 傅崑崎當總長 啊你們自己 我們自己挑的啊 台灣人公家啊 公家生 公家死 公家好啊 公家壞啊 沒有那個 他只是他們家好過的啦 如果要公家的話 我們就要知道 你這種人不需要做政治人物 但是你看到傅崑崎這樣帶頭往前衝 民眾黨是不是跟在他旁邊 跟著一起衝 民眾黨那個 民眾黨 路映啦 那個那個看到那座山腰 往那邊走說 很遠怎麼走不到 你就五三 然後走小六 五三小路用了 就民眾黨啊 所以那個民眾黨就是五三小路用 意思是什麼 短視盡力嘛 只看眼前的道路 沒有看遠方的目標 五三小路用嘛 所以才會一天啊 黃國昌 他現在的每一句花言 都在打臉十年前的自己啊 黃國昌就是古海明燈 什麼叫古海明燈 欸我怎麼買都賠錢 不然的話 我想買的時候 就賣錢 就賣錢 我十年前當立委 面臨罷免 戲子不敢選 所以十年後 我以前怎麼想 現在就怎麼怎麼反著做啊 以前講公平正義 現在只掛在嘴巴啊 實際上行動完全沒有 以前說要消滅國民黨 現在說啊啊 傅崑奇也是 頭還過去給他摸 黃國昌就是五三小路用的人 這個就是要討論什麼 民眾黨不值一提 如果這民眾黨的 我跟你講黃國昌就是 吃水滷麻 他的情況是怎樣 你知道嗎 好我以前在出頭工後的時候 看到我大家都會怕 我刀子跟他摸 沒有好 我大家都要想 正經你一支刀子 給他的時候 他說 嫁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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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不好意思我吃菜 就是這種 為什麼 你說黃國昌 你在街頭很會大小聲嘛 來啊給你當立法委員啊 你要當立法委員 給你當啊 給你八個人去當啊 去立法院啊 他現在在幹嘛 司法迫害什麼政治追殺啊 那你修法啊 黃國昌修法 民眾黨帶頭 民眾黨團提案 立法委員在這邊 遊說藍綠黨團 以後在台灣行政訴訟 我們不用擠啊 以後所有台灣的嫌疑犯都不用擠啊 把也律師專業丟在地板上 啊然後都說不要擠啊 對不對 要躺負科文者嘛 現在有證據的 現在在討論的 這個什麼 什麼什麼 邱雅虎兩百一十萬 你說不算土地 以後修法 兩百一十一萬以下 不算土地 修法啊 吃嘴肉麻 我厲害 黃國昌不值一提 五三小路用 傅崑奇毀台亂政 在立法院搞破壞 看不懂啊看不懂怎麼辦 這就是民主大家一起承受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講 你以為是我們很喜歡講 在那邊賺錢 不是 是因為我們有經驗 而且我們知道這些壞人 正在利用台灣人 對純樸善良的個性 覺得我們當官 當立委的人都會為國家做事 所以故意在利用我們的善良搞破壞 這是我們看不下去啦 以上來自立法院最高榮譽顧問 精闢的分析 那今天看到其實在立法院裡面 有個很亂的場面 是在財政委員會 因為財劃法未審先開戰 可以看到這個場面 是當時大家搶麥 炒成一團 因為當時招委陳玉珍 他就限制說大家講話 只能一個人講一分鐘 那甚至休息的時候 還把麥給沒收 像把郭國雯的麥就給拿走了 郭國雯就說 為什麼欺負我 當時財政委員會的委員 昆誠哥當時有在現場嗎 因為我是財政委員會的委員 所以當時我就在現場 那其實今天是要審財政財劃法 那審財劃法 剛開始我們就是有會議詢問 然後接下來有程序發言 結果他就給你限制一分鐘 那不是說上次至少有 可以講三分鐘 現在只能講一分鐘 那講一分鐘 講完之後當然時間不夠 所以我們拿到麥克風繼續講 結果他也沒有搶你的麥克風 他就讓你的麥克風就消音 所以說講了沒有用 那今天為什麼審財劃法 大家意見這麼多 不是只有我們的意見 你說台灣的22個縣市 有沒有意見 都有意見啊 那為什麼你台北市分那麼多 我是新北市 為什麼我們新北市分的比較少 你說按人口來講的話 那新北市人口比較多啊 那為什麼台北市分的比較多 台北市有一個金孫條款 他就先保底3% 就是給台北市 台北市已經這麼有錢了 有這麼有錢 那你結果還保底3% 先給這個台北市 那當然 那所以台北市 修完之後按照國民黨的版本 台北市錢就越來越多嘛 那現在國民黨來講說 現在每次這個地方要跟中央要 要錢好像是乞丐在要錢一樣 其實沒有 其實中央在小英執政之後 到現在為止 我們給地方的這個 不論是這個計劃錢補助 還有這個一般性的補助 都遠超過於過去 蠻久的時代嘛 所以我們給地方補助 就是越來越多啊 那如果按照國民黨的版本 現在一下子給4000多億了 那我們就問各個縣市 然後也包含問台北市政府 多了這些錢 你們要做什麼 多了這些錢你們要做什麼 講不出來嘛 因為其實上次公聽會的時候 已經有講過了嘛 如果多了這些錢 你們要做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地方 就是有一些文字管 因為消耗預算嘛 然後就先蓋再說嘛 蓋之後沒有人再利用嘛 或甚至就很多的這種 補助型的預算 這些都是在消耗中央的預算嘛 那如果說按照國民黨的版本 給了就4000多億 那對中央會有什麼影響 影響最直接就是國防預算 國防預算就被削減啦 國防預算被削減誰最高興嘛 那不是國民黨而已嘛 老共中國最高興嘛 所以說今天我們在議場上面 所爭執就是說 如果要修財法法 那你把所有各個縣市的 這個財政局的相關的首長找過來 大家一起來談 那為什麼這個縣市分那麼多 這個縣市分那麼少 各個縣市他們都有意見 不是只有我們立委有意見嘛 而且沒有啊 今天這個陳玉珍就打算 他說他是金門坦克啦 他說想要這樣 就叫擰壓過去 對 強度觀賽就要擰壓過去嘛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用一些程序的發言 或者會議詢問的方式 那希望能夠把這個金門坦克 先把它擋一下嘛 那擋了今天 金門坦克 一共一起金門坦克啊 那當然禮拜三禮拜四 一樣會省 就是財法法 那剛才的共同法也是一樣 不過共同法今天我們是有擋一下啦 就是說這個國民黨的招委 是決定會再開這一個共聽會 不然這個很離譜啦 不是只有共同法浪選 他們在意的是二零二六年的地方選舉啦 他們打算說把這個費死的公投把它綁在一起嘛 那這個是一個假議題嘛 那明天也很重要 明天就是總預算啊 總預算到底能不能過 今天他們已經 上禮拜五還有明天 就是要照這個卓院長 來這個立法院做報告了嘛 那到底所以明天會不會 總預算會不會過 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說像新竹縣的縣長 楊文科他就說趕快過啊 別喊話 對 自家人都在喊話 對啊 趕快啊 這個中央政府預算趕快過 他也跟他的這個新竹縣 兩個國民黨立委喊話啊 總預算趕快過 不然地方上很難做事啊 所以看起來從公投法 財劃法這一些 其實就是像昆成哥講的 他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在下次選舉的時候 對你民進黨不利 才是最重要的目標 這短期就是二零二六年的 這個地方選舉嘛 他就是要把你民進黨把它搞爛嘛 就是說這個中央雖然你民進黨執政了 但是地方上的選舉 他又用這種財劃法 或是說公投法大選 然後意圖就是說 在二零二六年的這個地方選舉 再把這個民進黨 在地方上面的勢力 再把它分散 那當然這個不是只有 國民黨這樣做 我相信啊 這個四月份 傅君祺他們帶了一些立委 從中國回來之後 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 不斷的這一個干預立法 然後這個設一些法律 讓中國可以這個 稅行對於這個台灣的統治 他現在對台灣的統治 可以透過國民黨了喔 可以透過民眾黨了 很多在立法院 黨的法案不是只有國民黨 像沈柏陽的案子 他這個 也被擋了十幾次了 所以不是只有國民黨 擋沈柏陽的案子喔 連民眾黨也會擋 這個沈柏陽的案子嘛 他就很簡單 立法院復中 你要受這個管制嘛 你要報告嘛 你要報備嘛 那現在沒有啊 現在國民黨民眾黨 都在擋這個案子嘛 所以說 當然短期目標 就是說 兩年之後的這個地方選舉 他們繼續希望說 民進黨選得不好 他短期目標就是 下次的總統大選啦 總統大選 2028他們當然希望說 這個 由中國所屬意的 國民黨民眾黨 他們